網上看到的在賣的是這種軟糖或者是果凍 不過實際滑到平價一看 發現裡頭根本就是在賣電子煙 而且收到的產品也的確都是電子煙 上面還分不同的口味 就因為有家長發現 怎麼念國中的孩子 滑得網購網頁跟他的年齡很不搭 不是茶葉茶具 就是糖果果凍或軟糖 還有明明是潮梯的網購 點進平價一看 才赫然發現掛羊頭賣狗肉 根本都在賣電子煙 甚至標榜各種水果口味 讓家長氣得向董事基金會投訴 好多的同學在IG轉發 某某同學在網路上賣電子煙 而且是大啦啦的在賣 這些IG的貼文都是利用果凍啊 貼紙槽貼的一些包裝去吸引學生 家長發現時孩子已經網購過好幾次 而且還是同學間口耳相傳 有些電子煙網購還架設在 臉書不公開社團 躲避市長查詢 新的煙蛋可以達到一個煙蛋 等於40隻或甚至60隻的香煙 青少年腦部發育還沒有完成 那你如果太早使用尼古丁的話 成癮的話 尼古丁會影響腦部的發育 將來不只會有學習上的障礙 整個腦部的發育會遲緩 甚至產生更嚴重的一個傷害 抽煙危害多 針對接下來要修法的煙害防治法 專家也擔憂 法條對電子煙開了後門 加熱煙必然會成為一個合法的煙瓶 那至於在電子煙的部分 它把它稱之為類煙瓶 它所謂的類煙瓶就是它可以用來模仿煙瓶的使用 當我們看到模仿這兩個字 我們就知道我們在修法的時候把它定義成電子煙不是煙瓶 家長們的擔憂與心聲就盼政府聽到 別讓電子煙在網絡事件 講賣茶 賣糖 買衣服 實際確是賣煙的暗號 東新聞 中子民 陳雲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